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乌克兰与俄罗斯多艘船只25号在两国之间的克斥海峡爆发冲突 乌方指两艘海军船只被俄方船只开火击中 六名船员受伤 并有三艘船遭到俄方扣押 俄方则指乌方船只拼犯边界已经采取封锁措施 欧盟25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特别峰会 正式通过英国脱欧协议 英国首相特雷沙美表示协议是最好 而且唯一可行的 英国一会将于下个月圣诞节前就协议进行投票 伊朗西部科尔曼沙阿省25号爆发6.3级的地震 造成大约200人受伤 大多数都是轻伤 根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 阵源深度只有5公里 邻国伊拉克以及科威特都有震感 当局已经派出了6对救援小组前往阵区协助 叙利亚官方通讯社报道 恐怖组织使用含有毒气的火箭弹 袭击阿勒坡市导致超过百名平民受伤 有去专家认为 恐怖组织是受到部分外国势力指使而失袭 目的是让叙利亚局势再次恶化 台湾九合一选举落下帷幕 选举后的首日获得压倒性胜利的蓝营 各胜选人士马不停蹄地开始新形成 韩国瑜和前高雄县长杨秋新等人来讨论未来高雄市政府的小内阁名单 侯友宜则是在当选后到新庄武圣庙参拜还愿 好 各位早 今天头条呢带您关注到乌克兰和俄罗斯海军船只 25号在两国之间的克斥海峡爆发冲突 那乌方只能两艘海军船只被俄方船只开火击中 有6名船员受伤 另外有3艘船只遭到俄方扣押 而俄方就指示乌方船只侵犯边界已经采取了封锁措施 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就事件和军方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对策 乌克兰与俄罗斯船只爆发海上冲突后 俄军加派战机巡逻 并以一艘大型货船封锁克制海峡大桥下唯一的通道 并派出两艘军舰到场 阻止所有船只进出亚素海 现场有数十艘货船滞留 乌克兰方面表示三艘海军船只当天试图经过克制海峡 进入亚素海时受到俄方船只的阻挠 其中一艘海军脱船更被俄国海岸警卫队的船只撞到 船身急引擎受损 乌方指称事前已经通知俄罗斯三艘海军船只会使经克制海峡 但是俄方反指先有三艘乌方船只从黑海闯进俄国水域 故意进行挑衅 也没有在警告之下停船 其后再有两只乌方船只从亚素海基地使至 夹击俄方船只 俄联邦安全局将就此公开证据 根据俄乌双边条约 亚素海与克制海峡是两国的共同领海 但自从俄罗斯在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 对有关水域的控制已经越来越稳固 这次海上冲突也可能会成为两国之间的另一个危机 欧盟已经发表声明 表示预计俄罗斯将恢复克制海峡的航行自由 并呼吁俄乌双方克制 使局势降温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相关话题 我们请时事评论员李伟先生为大家点评分析 李先生早 陈陈早 李先生我们看到这次俄罗斯和乌克兰在海上爆发的冲突 双方是各执一词 现在对此您怎么看 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区域啊 这个克制海峡啊 它是 现在这个海峡呢 是俄罗斯呢修了一个大桥 修了个大桥呢 把俄罗斯的本土和克里米亚这个半岛呢连到一起了 而这个海峡呢 就是把这个黑海 还有这个叫亚述海呢 两个海给隔开了 如果亚述海向导要到黑海的话 必须要通过这个海峡 但这个海峡这儿现在修了个大桥 刚才我们的画面已经看到了 桥底下能走船的地方还停了个大的货轮 把这个海盗就给挡上了 那么挡上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这个亚述海 就成了个湖了 这个湖又是个什么地形呢 湖的东面是俄罗斯 北边是乌克兰 那么西面呢 就是克里米亚 那克里米亚这个半岛呢 又是俄罗斯控制的 等于这个内湖的东面西面都是俄罗斯的 只有北边是乌克兰的 那这样的话呢 如果是乌克兰的军舰不能驶入到这个区域呢 那等于这个内海也好 叫内湖也好呢 就完全是俄罗斯控制的 那么怎样呢 这样呢 所以呢 乌克兰呢就有意识的要进入这个水域 那么进入这个水域又要走过这个海峡 而海峡呢 又有大桥修建以后呢 又是俄罗斯控制的 这就是他们主要的矛盾 就是乌克兰可能要刻意的进入这个区域 而进入这个区域要过这个海峡 那么现在俄罗斯的军舰不让他进 其实他前一段已经进去过一次了 就是9月份已经去了一次了 所以现在就有可能这个一个真正的海 变成一个内湖的时候呢 那么乌克兰想把这个事情搞大以后呢 引起这世界的关注 如果国际社会介入的话呢 那么能够把这个海峡通开以后呢 乌克兰的军舰再回到这个内湖也好 是内海也好呢 他还能有个话语权 否则呢 这个地方就是这个 尤其这个水域就完全俄罗斯控制了 所以我觉得可能是乌克兰故意的把这个事情搞大 撞就撞 但全世界就引起注意 看啊 现在俄罗斯要把一个国际通道 国际水域变成它私家花园 私家通道 你们大家要说说话啊 那有人说那为什么这个时候要做这件事情呢 那么因为明年乌克兰要总统大选 那么总统大选呢 那么这也可能是现任政府呢 造一个事 造一个事为下一步的爱国主义拉票也好 或者极尽民族主义拉票也好呢 能够为明年的选举呢做一个铺垫 所以这个事情怎么演绎啊 后面怎么发展 关键还是看看国际社会能不能关注 那国际社会又有很大的麻烦事 像欧洲现在是脱欧是头等麻烦事 美国呢 现在是贸易战是麻烦事 能介入多少 我们拭目以待 好的 谢谢李伟先生的点评分析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回来有环球聚焦 一会儿见 好 谢谢大家 欢迎回来我们来关注到英国脱欧的最新消息 欧盟成员国领导人25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特别峰会 正式通过了英国脱欧协议 欧盟27个成员国领导人25日举行特别峰会 对英国脱欧协议草案进行投票表决 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表示 与会各方正式通过了英国脱欧协议 以及有关双方未来政治关系的声明文本 欧盟委员会主席荣克认为 峰会虽然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 但对欧盟来说这是令人悲伤的时刻 根据协议明年3月29日英国正式脱离欧盟后 有21个月的过渡期 英国在过渡期内仍继续留在欧洲共同市场 与欧盟关税同盟内享受贸易零关税待遇 双方承诺在过渡期内保护在英欧盟公民 和在欧盟的英国公民生活工作与学习的权利 不会在英国北爱尔兰地区 与欧盟成员国爱尔兰之间设置硬边界 英欧将继续商讨脱欧过渡期结束后 解决英爱边界问题的方案 此外西班牙同英国和欧盟 也就直不罗陀地位问题达成了共识 英欧双方同意让西班牙 未来在直不罗陀问题上拥有发言权 英国同意在脱欧之后 和西班牙就此课题展开谈判 此次英国脱欧协议获得欧盟成员国领导人的批准 终于使英国脱欧在程序上和时间上信息化 协议随后还需交由英国议会 及欧洲议会的表决通过 欧盟领导人及英国首相特雷沙梅 在峰会上表示 即使英国脱离了欧盟 双方也都希望在未来继续保持紧密的伙伴关系 峰会是你们威莫也 比利时布鲁萨报道 英国脱欧协议草案 获得欧盟27国领袖的一致通过 英国首相特雷沙梅在会后表示 协议是最好而且唯一可行的 敦促国会议员和英国公众支持协议 他警告协议一旦被国会否决 英国将会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 脱欧谈判历史一年多 欧盟成员国领导人25号 在布鲁萨尔举行的欧盟特别峰会上 正式通过与英国达成脱欧协议 英国首相特雷沙梅形容 协议是最好而且是唯一可行的 协议给予英国法律和边界的自主控制权 重新掌控自己的货币 并成诺北、阿尔兰与阿尔兰不适应边界 因为议会章鱼下个月圣诞节前就协议进行投票 特雷沙梅强调将尽心尽力争取通过投票 以执行协议 又敦促国会支持协议 不过特雷沙梅拒绝回答 一旦议会否决协议 他会否因此辞职 英国主要反对党工党、党魁、克尔兵形容 这是一份糟糕的协议 英国明显与欧盟谈判失败 他在胜任中强调 工党将在议会中反对这项协议 而受保守党盟友的 被阿尔兰民主统一党李寿福斯特也表明 对协议感到不满意 他不认为协议会在议会获得通过 不过英国外交大臣亨特继续为特雷沙梅辩护 签协议已经为英国争取很多权益 但他拒绝回答 估计会有多少位保守党议员投票反对协议 认为情况在未来两周仍有机会逆转 方位是组合的 欧盟和英国的脱欧协议 25号在欧盟特别峰会正式通过之后 欧盟的多国领导人都发表了看法 认为这是艰难谈判过程的成果 呼吁各方要着眼未来 在英国脱离欧盟之后 与之维持紧密的关系 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 面对前所未见的艰难情况 欧盟与英国达成脱欧协议 是非常成功的重大努力 既能平衡各方利益 也互相尊重 保留维持紧密关系的空间 还有称对英国脱欧感到难过 但同时对协议获得通过松一口气 强调双方将保持紧密的伙伴关系 爱尔兰总理瓦拉德卡也赞扬协议保障了欧盟 爱尔兰以及英国人民的和平 权利与自由 确保爱尔兰与北爱尔兰之间 不会出现硬边界 从而保障了爱尔兰的经济 职位以及人民的生活方式 法国总统马克龙也指出 这是一个好的协议 能够保存欧盟的利益以及价值 但欧洲也应该从英国脱欧事件汲取教训 更体贴人民的需要 马克龙又表示 英国确实要为这次分手付出庞大的代价 声称英国脱欧可以节省巨额金钱的人 都是在睁眼说瞎话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则表示 根据协议文本 西班牙在职布罗陀归属问题上的立场更为有利 原因是欧盟首次在这方面与西班牙站在同一阵线 封航卫视 综合报道 好 我们来看一幅相关的漫画 来看到呢 虽然现在欧盟内部对于英国脱欧协议 达成了一致投票通过 但是英国国会对于协议的投票呢 还没有进行 那英国各方面甚至是执政保守党内部 对于这份协议都有一点不同的声音和看法 这就让英国未来发展的前景和命运 一方面是能不能达成有协议脱欧 是有一定不确定性的 那脱欧之后的情况呢 也不是那么明朗 我们来看看这幅漫画 这幅漫画呢 是在一片蔚蓝的大海上 有一些黄色的代表欧盟的星星 看起来就像是欧盟的旗帜一样 那英国首相特雷沙梅 站在其中的一颗星星上面 准备跳入大海脱离欧盟 但特雷沙梅它不是裸泳 它还有一个小小的救生圈 那这个救生圈呢 可能也就是英国在脱欧之后呢 会有21个月的缓冲期 让他们喘口气 但是这个小小的救生圈 看起来有点像一个网红款 在这个蔚蓝深不可测 大海面前呢 似乎是显得有一点点心有余而力不足 特别是我们看到海面上 还有一些鲨鱼的小尾巴露出来 感觉呢 未来英国的命运 还是有一定的不明朗的因素存在 好我们来看其他的消息 伊朗西部科尔曼沙阿省 25号发生6.3级地震 造成大约200人受伤 大多数都是轻伤 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的晚上8点多 震中位于伊朗西部科尔曼沙阿省的 萨尔波勒扎哈布附近 很多民众受惊逃到街上 根据伊朗国家电视台表示 地震阵源深度只有5公里 邻国伊拉克以及科威特都有震感 地震暂时没有造成死亡个案 而大约200名伤者当中 大部分都是在走壁的时候受伤 并非是因为建筑物损毁而伤 当局已经派出了6对救援小组前往阵区协助 去年11月伊朗西部边境地区发生7.3级地震 造成区内600多人死亡 来关注到叙利亚方面 叙利亚官方通讯社报道 恐怖组织使用含有毒气的火箭弹 来袭击阿拉波市 导致过百平民受伤 那有叙利亚专家认为恐怖组织是受到部分外国势力的指使失袭 目的是要使叙利亚局势再次恶化 我们来看本台驻大马士革记者发回的报道 据叙利亚官方通讯社的报道 和来自阿拉波医院的消息程 占据阿拉波与伊德里布两生之间的武装团体 24号晚上 使用含有毒气的火箭弹 刺激阿拉波市导致包括儿童和风雨在内的100多名居民 呼吸困难和实力模糊 使观察家制作美国和部分国家 下令恐怖组织发动华武事迹 是不第一次 使用华武来射击苏部队和居民区 他们曾经多次在阿勒泊西部地区 哈马和血红及达马十个东古塔地区 发动华武射击 当时西方国家不但没有谴责 真正的吸食者 反而指控苏利亚部队使用华武 是专家表示苏部队一定会发起 决定性的真实行动 来彻底消除这些恐怖组织 在国家北部的威胁 我们要对新闻的一路 它是绝对了什么 和重要的威胁 在那些威胁的威胁 在这些威胁地区 射击和对这些威胁地区 我明明知道如果这些威胁地区 不必是专家的威胁地区 甚至是专家和其他地方 在此前面的威胁地区 恐怖武装组织这次使用华武 刺激阿拉伯式是十分危险的行为 背后有一些外国势力行动 但书部队不会对这些危险的行动保持沉默 很有可能书部队会发起 彻底撑除恐怖组织所有危险的行动 朋友们是阿萨巴斯 叙利亚大马斯克报道 叙利亚部队收复大马斯克南部的 耶尔木克巴勒斯坦难民之后 部分难民向本台记者表示 透露当初被恐怖分子威迫的经历 我们来看本台驻大马斯克记者发回的报道 占据大马斯克南部地区 耶尔木克巴勒斯坦难民的 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已被修部队彻底持续了 但他们对当地居民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和痛苦回忆仍然难以磨灭 我们采访了南民营的四姐妹 他们父母早已去世了 在恐怖武装团体进入南民营时 他们遭到恐怖分子用各种方法围迫 要求他们离开自己的房屋 但他们并没有去府 更一直坚强地生活到至今 他们在这里 这四姐妹对我们明确表示 他们拒绝离开南民营和自己房屋的最大原因 是不想重复巴勒斯坦一化的悲剧 将自己的房屋被外人抢走 今天我们在野儿母科南民营内所碰到的四姐妹 具他们对我们所谈到的经历 让我们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 这四姐妹的意志和决心 想与一半男子汉 我们都应该向他们学习 巴勒斯坦东耶路撒冷市市长盖斯 25号凌晨被以色列警方逮捕 并且遭法庭下令还押 巴勒斯坦政府谴责以方的行动 是对东耶路撒冷人民和巴领岛层的侵犯 盖斯戴着手铐被以色列警方押接到法庭 法官下令继续将他关押至27号中午 等候进一步调查 法官表示盖斯被捕的理由是违反了禁止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 在以色列控制地区 开展政治或与安全相关行动的法律 这已经是一个多月以来 盖斯第三次遭到以方逮捕 他的办公室也在11月初被以色列警方突击搜查 以军方更在19号发布命令 禁止盖斯在6个月内与巴勒斯坦一些人员进行联系 以色列媒体则报道 盖斯的案件由一起土地买卖引起 据报道 巴方在10月逮捕了一名美籍巴人 指控其把东耶路撒冷的一处物业卖给了一名犹太人 以色列随后有舆论 要求当局向巴方施压放人 就此事件 巴勒斯坦政府25号发表声明 谴责以色列警方逮捕东耶路撒冷市市长 是以色列对巴勒斯坦被占领首都 东耶路撒冷人民和巴领岛层的侵犯 巴勒斯坦方面坚持建立一个 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而以色列1967年占领东耶路撒冷后 单方面宣布整个耶路撒冷 为其永久不可分割的首都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后来有来自两岸3D的最新消息 一会儿见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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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 乌克兰和俄罗斯多艘船只 25号在两国之间的克斥海峡爆发冲突 乌方指两艘海军船只被俄方船只开火击中 6名船员受伤 另外有3艘船遭到俄方扣押 俄方则指使乌方船只侵犯边界 已经采取了封锁措施 欧盟25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特别峰会 正式通过英国脱欧协议 英国首相特雷莎美表示 协议是最好 而且唯一可行的 英国议会将于下个月圣诞节前 就协议进行投票 伊朗西部克尔曼沙阿省 25号爆发6.3级地震 造成大约200人受伤 大多数都是心伤 根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 阵源深度只有5公里 邻国伊拉克以及科威特都有震感 当距今派出了6对救援小组前往阵区协助 西里亚官方通讯社报道 恐怖组织使用含有毒气的火箭弹袭击阿拉坡市 导致过百平民受伤 有序专家认为恐怖组织是受到部分外国势力的指使失击 目的是让叙利亚局势再次恶化 台湾九合一选举落下帷幕 选举后的首日获得压倒性胜利的蓝营 各位胜选人马不停蹄开始新行程 韩国瑜和前高雄县长杨秋星等人 讨论未来高雄市政府的小内阁名单 侯友宜则在当选后到新庄武圣庙参拜还原 欢迎回来我们关注到香港方面 香港立法会九龙西选区的补选结果 在周一凌晨出炉了 从事过传媒以及港府实务及卫生局政治助理的陈凯欣 以超过10万票击败其他候选人当选 陈凯欣表示自己当选反映了选民希望以名声为宪 我现在宣布5号名单候选人陈何欣 在上述的选举中当选 经过约4个小时的点票 香港立法会九龙西选区的补选结果出炉 得到建制派支持的陈凯欣以106457票 击败另外4名候选人当选 陈凯欣指这次选举难度高 相信胜出是反映市民不希望社会只有对立 我相信选民和我都是一样 是很希望我们的社会不要就是炒炒闹闹 不要就是得矛盾和对立 大家都很希望是有多把民生的声音 大家都很希望民生是最优先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都是反映了我们市民的希望 也都和我的政刚是很吻合 我的政刚也都是得到他们的认同 所以才能够在今次可以胜出 这次补选超过21万6千名选民投票 投票率为44.4% 选举管理委员会主席冯华表示 补选的投票及点票过程顺畅 体现了公开公平城市的原则 整体而言投票和点票的过程都很畅顺 各项署的安排都是充分体现了公开公平和诚实的原则 选股会是满意今次的安排 我们是会详细检讨回每一个环节 看有没有改善的地方 而会根据法例在三个月之内向行政长官提交个报告 香港立法会九龙西地方选区补选 在上周日早上7点半到晚上10点半举行 填补由于宣示无效而被取消议员资格的刘晓丽 留下的议席空缺 凤凰文字祝贺香港报道 台湾方面有哪些新闻焦点 我们请出台北记者蓝镜图来告诉大家 镜图早 全日早 各位观众早安 台湾方面来关注的是 九合一选举在24号落幕了 国民党可以说是大获全胜 在县市长选举中不但守住了新北市 夺回台中市 更攻陷了民进党的大本营高雄市 选举后隔天各县市长当选人 马不停蹄地进行各自的行程 高雄市长当选人韩国瑜 在胜选后第二晚 被媒体拍到从一家饭店离开 至报道 韩国瑜当天在饭店和前高雄县长 党立许舒华等人召开了秘密会议 商讨未来进驻高雄市政府的小内阁名单 韩国瑜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谢票感言 表示千金万诞的市政会一肩扛起 打造高雄全台首富 由于胜选首日 韩国瑜没有扫接谢票公开露面 他的很多支持者干脆跑到国民党部 和他的人行立牌拍照 把党部变成了另类的打卡经典 国民党新北市长当选人侯友宜 在当选后首日到庙宇参拜还愿 侯友宜大胜对手29万票 更创下台湾竞选票数的历史新高 他面对选民表现相当谦虚 强调当下的首要任务 是做好选民托付的事情 这票一世仅 每一票都是市民对侯友宜深深的期待 所以我爱更加认真 更加打拼 来回应我们所有的民意 在台中 国民党市长参选人卢秀燕 也大胜对手20多万票 成功令台中由绿地重新变回蓝天 胜选后首日 卢秀燕特别向竞选总部主委 江启臣和竞选总干事 严宽恒当面道谢 卢秀燕还在扫接谢票时强调 一定会兑现竞选时承诺的让市民免费逛花博的证件 花博最大的支出就是86亿元 厂管园区的设置大概都已经完成了 所以基本上我们要让市民免费 影响市府的收入并不大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而这次选举当中呢 被说是史上最乱 因为在领票以及排队安排 动线上面是不妥当的 导致投票时间拉长引发了民怨 还出现了一边投票 一边开票的奇特怪异景象 主管选举事务的委员会主委请辞 并且是获准 台湾中选会主委陈英前 25号召开记者会宣布请辞 他指九合一选举捆绑十项公投 导致投票速度延缓 开票时间也大为延迟 对此深感抱歉 但道歉恐怕难平众怒 不少选民大排长龙 一排就是几个小时引发民怨 听到半个钟头就想不要排 晚一点再来好了 现在听说要三个钟头 那更可怜了 这一次的选举实在太荒谬了 又不是去排一篮拉面 原定在下午四点结束投票 但投到最晚的高雄最后一个开票所 投到晚上八点三十五分 投完票还要开票 开票最晚的桃园一个投票所 则开到凌晨两点四十分 而在选情胶着的台北市 更出现一边排队等投票 一边在手机上看开票的奇景 台北市选委会坚称符合规定 但引来民众质疑 投之前看到这个开票结果 我觉得难免会有人会受到影响 票开出来如果有太嫌殊的话 有人会觉得另外一边是不是有危险 外界质疑 边投票边开票 可能让正在排队的选民动摇选择 发生所谓的气保效应 不过也有人认为难以估算到底有多少选票 发生气保效应 马上卫视 最后报道 再来看的是台湾今天的报纸焦点 联合报的消息 在九回一选举中 国民党高雄市长候选人 韩国瑜在政坛掀起了旋风 竞选期间他强打经济议题 胜选后他表示 九二共识是国民党两岸交流的最高指导原则 未来新的高雄市政府将建立两岸的工作小组 在九二共识前提下友善开放 不预设立场的和大陆经贸沟通 帮助高雄经济找到出口 而台湾战今天的采访重点 将持续的关注这股寒流持续的发酵 九回一选举让蓝绿的版图全面的洗牌 也牵动蓝绿2020大选布局 台湾媒体针对国民党人士进行了民意支持度的调查 结果就显示韩国瑜依旧是人气网 拿下三成一比例的支持度 其次是新北市长朱立伦 接着依序是台湾前领导人马英九 和国民党主席吴敦毅 但三人拿到的支持度都不到两成 韩国瑜怨然成为国民党的新共主 而有战于此 外界也关注这一波寒流 是否让政坛的局势出现变化 包含蓝营将如何布局2020大选 寒流是否会影响蓝营内的权力分配 民间团体今天邀请了专家学者进行讨论 相关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 接下来时间再交还给圈圈 好的 谢谢净途 我们来看到天气方面 这两天有一股较强的冷空气 自西向东影闪着内地多个城市 西北还有四川江淮等地都出现了 大风降雪以及大雾天气 多地的列车航班还有高速路段受到影响 西北部从24号起迎来了大风和降雪 部分地区的气温下降了10到11度 同时伴有10到12级的阵风 部分地区风力达到13级以上 预计从25号到27号 向东移动的冷空气会给甘肃 内蒙古等地带来大风降温天气 局部地区的降温可达12度以上 新疆气象台25号发布大风橙色预警 迎来8到9级大风 局部阵风达到12级 受大风和降雪影响 部分列车一度晚点 部分列车停运 新疆多地的高速公路采取了交通管制 大部分路段已经陆续开通 但省道319线部分路段仍然封闭 乌鲁木齐地窝铺国际机场 25号由22架出港航班延误 滞留旅客1098人 目前该机场的大面积航班延误 黄色应急响应已解除 江淮地区和四川盆地出现大雾天气 多地能见度不足500米 局部地区能见度不足50米 江西省气象台25号发布了大雾黄色预警 江西省境内11条高速路一度关闭 重庆市和江苏省多条高速公路 也一度实行交通管制 但目前各地道路都已恢复正常通行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 而作为南亚大国的印度 一直高度关注中国的发展进程 并将中国视为典范 前印度驻华大使康特指出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前所未有的转型性变革 而未来面对着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威胁 中印有望采取共同行动来回应 我们来看今天的中国改革开放40年系列报道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 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特别是惊人的经济崛起 一直以来都是印度积极效仿的典范 中印同为文明古国也都力图民族复兴 并重返荣耀 两国如何展望未来的机遇与挑战 康特是印度名副其实的中国通 1981年他第一次派驻中国 2000年担任印度驻香港总领事 在经过印度外交部东亚秘书历练后 2014年到2016年担任印度驻华大使 现在则领导著名智库中国研究所 康特一直在第一线见证中国 同时崛起的中国和印度 面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与单边主义的威胁 康特认为若是印度能够进入中国市场 在照顾彼此敏感性以及战略顾虑的前提下 有望采取共同行动与回应 中国和印度相关的大利益 与国贸易保护主义与国贸易 如果有一个退出的国贸易 我们会在这个返回中 也会有一个大贏的贏败 这是一个困难的图片 虽然我们确定要确定 保护主义与国贸易保护主义 我们需要有一个激进的谈谈 让我们在同样的项目 中印领导人武汉非正式会议后 中印关系迈向正常化 康特强调中印必须保持具有建设性的互动 不只是管控分歧 更要在分歧上取得进展 处理结构性问题才能稳中求好 我们有招待不解决的问题 包括标准问题 我们必须招待这些问题 在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 中印关系也正翻开新的篇章 合作与竞争并存 分歧与共识同在 坦率的沟通与务实的合作 是两国必须抓紧的主旋律 方能龙向共舞 实现中国梦和印度梦 我们来关注到美国股市上周是震荡走弱 标普590指数进入了技术性回调 而展望本周的市场将会聚焦 在阿根廷举行的G20峰会上 美国股市上周震荡走弱 科技股成为领跌大盘的火车头 油价下跌也影响能源股表现 由于上周是感恩节假期 美股只有三个半交易日 焦头也相对淡静 道琼斯工业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 上周都下跌超过4% 标普500指数也跌超过3% 并且进入了技术性回调 本周将有多项经济数据公布 包括周二发布的11月 资商会消费者信心指数 和9月20座大城市房价指数 而美国第三季GDP和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 出值将于周三公布 10月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 则于周四出炉 而美联储也在周五公布 11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 另外G20峰会元首会谈 将于本周五举行 市场关注内容 对中美贸易战的走向 有什么启示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香港武士方面上周是反复走弱 26000点关口得而复失 港股上周早段跟随外围市场 先声后回 但是低位有买盘吸纳 提振了恒生指数上扬 收复十天均线 重返26000点上方 不过美股感恩节假期休市 让港股失去方向 交头也显著转弹 26000关口得而复失 总结全周 恒指下跌255点 下跌0.97% 而本周市场将会重点关注 英国脱欧 以及中美贸易纠纷等 政经事件 对资本市场带来的情绪影响 对于明年中国经济的走势 不少分析都认为说 已经是在筑底阶段 走出了最困难时刻了 但也有分析人士提醒说 下行的警报并没有完全解除 期待中央的各项 稳经济措施尽快落地 同时提醒 避免采用加大政府资源的办法 来解决市场的问题 我们来看今天的中国透视 中国国家领导人和主管经济的各部门 密集表态出台要求 效用正在显现 各方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增强 不少分析认为最危险的阶段 已经过去逐渐完成筑底 但上周A股这一市场晴雨表 在以颓势报收 有分析人士提醒 稳定市场绝不能重回 行政过多干预的老路 一定要坚守结构转型与改革 我们很多时候还是采用 加大政府资源的办法 来解决市场的问题 比如说现在各个地方 政府都成立了基金 来帮助这些民营企业 但是这样的做法 这会让政府的力量 变得越来越强大 那么政府本身的力量强大了之后 市场就会变得更加的困难 所以这些东西都不是解决问题 而是在制造出新的问题 如果政府真的要有诚意解决 实际上很简单 就是你要减少政府的经济的管制 减少政府和国有企业的资源的掌控 那么这个市场的这个效率就会提高 那么很多问题就会得到环节 刘胜金认为当前燃眉之急事 大量民营企业甚至多数上市公司 普遍遇到资金困难 要控制防止蔓延成系统性风险 得依靠IPO注册制改革 壮大民营银行队伍 改革国有银行以更好匹配市场原则 等促进市场发育的措施 另外减税降费也要尽快落地 刘胜君认为说经济运行的风险 警报完全解除还为时尚早 GDP下行的趋势还会延续 但积极因素已经显现 当然我们从好的方面来讲 也可能有一些比较积极的因素 比如说我们领导人已经非常明确的承诺 接下来会有比较大的减税 就是实质性的减税 实质性的改革 那我想如果说能够把这些东西也加快地推出来 那么它对整个市场的信心的体振 又会起到很大的一个作用 所以我们对2019年经济我们既有担忧 但是也充满了一些期待 依靠改革来应对中国经济 目前遇到的压力是上下共识 但有分析担忧 想依靠强刺激来提振经济 这样的冲动仍然存在 而这种惯性尤其可能会导致 真正反市场的行为方式必须要克制 而作为中国经济活跃因子的民营企业 对这轮的政策又有何期待 请您收看明天的中国投视 中华卫视陈琳 杨诚 北京报道 我们来看报纸上的消息 关注到香港的房地产市场 最近是一直在转弹 特别是二手房市场 判断香港二手房市场的指标 十大乌院最近是量价齐跌 过去的这段时间交头都比较淡定 买家的观望心态比较浓厚 其实给大家介绍一下 在香港房子这个持价 其实现在已经很少 有一万块以下的持价了 但是十大乌院之一上水嘉湖山庄 最近有一个三房 是持价跌穿了一万 达到九千多 市场分析认为说 现在香港市民 普遍对于房地产市场 未来的走向还是信心不足 所以持有观望的态度 如果买家想要出手的话 还得要继续的降价 而且房价还会有下调的压力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有专线大观 一会儿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来 我们来看看网页上的消息 来关注到加州山火 那焚烧了超过三个星期的加州山火 到今天为止 终于是完全受控了 加州的林业和消防部门表示 已经成功将火势包围到可控的范围 那现在的消防人员 还在满部灰烬的重灾区 去寻找遇难者的遗体 这次山火一共是造成了至少有85人死亡 近250人失踪 超过18000间房屋 还有620平方公里的树木被烧毁 那另外呢 我们关注到这次的火灾 其实是在加州的南北两端同时起火 那上周的南加州的火势已经受控了 而北加州的火势呢 是得益于现在连日的降雨 火势到今天是完全受控 好 我们来看其他消息 有数百名中美洲移民 25号在墨西哥地华纳 成功突破了墨西哥警察的防线 企图冲击美国边境关卡 美国边防出动了直升机 发射催泪瓦斯来进行驱离 大批中美洲移民聚集在美墨边境 要求过境进入美国 提出庇护申请 墨西哥警方派出大批警员 组成人链阻岛 但是部分移民突破防线 涌向美墨边境 有人试图攀越围栏 闯关进入美国境内 美国边防人员采取行动 出动直升机 发射催泪瓦斯进行驱赶 当局同事宣布 关闭当地美墨边境通道 目前在墨西哥边境的城市 蒂华纳有大约5000名 来自中美洲移民 等候机会进入美国 美国总统特朗普 已经部署军队 协助堵截移民 日前更警告称 或许会全面关闭南部边境 我们再来关注网页上的消息 看到在印度 有一个非常神秘的小岛 可以说是最神秘莫测的小岛 叫做北森蒂纳尔岛 那么这个岛上的原住民 他们还保持着 新时期时代的生活方式 靠打猎和采集为生 而被外界称为 这个小岛是与世隔绝6万年 印度政府为了保护岛上的原住民 也是严禁外人登岛 但是早前 有一个美国的传教士 27岁的约翰 他非常坚持要登岛去传教 于是他就让当地的渔民 把他带到附近的海域 然后自己划这个独木舟登岛 但是据目击的渔民说 这个独木舟两度登岛未果 一接近岛屿 就被这个岛上原住民放箭射箭给弄伤了 这个约翰自己受了伤 而且独木舟也是受损 但约翰在这样的情况下 还是坚持登岛 最终是惨死在原住民的乱箭之下 那现在印度当局正在想办法 想要找回他的遗体 现在表示说是已经可以大概的 找到遗体被埋葬的方位了 但是因为这个小岛特别的敏感 而且不想要惊动 不想要和当地的原住民起冲突 所以现在正在想办法 要怎么把遗体给拿回来 那现在印度方面是找到了 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 来讨论原住民的情况 那刚刚为大家介绍的 这个与世隔绝的小岛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解构新闻 印度在孟加拉湾的 安达曼尼克巴群岛 有很多适合度假的美丽海岛 唯独有一个只可远观 就是北森蒂内尔岛 北森蒂内尔岛形状近似方形 长约8公里 宽7公里 面积大约60平方公里 大小约为关岛的十分之一 小岛四周被珊瑚礁环绕 陆地为森林所覆盖 去研究岛上大约在 六万年前就有人类居住 如今的人口只能靠推测 约有50人至400人 印度政府规定靠近小岛 五公里内军属违法 禁止任何船只接近 不准登岛 印度海军也不例外 原因是这里的土著极度排外 他们有自己的语言 还停留在 实际时代的原始部落形态 拒绝接触和接受现代文明 任何外人在岛上登陆 都可能遭到万箭启发的残酷下场 2004年东南亚海啸过后 那张追着直升飞机 拉弓射箭的照片 就是在这里拍的 而且外来病毒对没有抗体的不足 有致命危险 印度当局认定 小岛无需现代文明介入 凤凰卫视总换报道 好 我们来关注一下 各地的天气情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以上就是全部内容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 祝您一周好心情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